你好 今天来说一个香港的女网友给我发的邮件 她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这种危机 她自己心情也很差也很迷茫 也考虑到要不要离婚 也很影响她的心情 那么本来她发的邮件我也跟她沟通了 她本来是不想让我说 不想让我在视频里面说 但是我看到她的经历 我觉得其实她身后是代表了很多香港普通人 这种小工商业者 很多他们现在真的是生存现状和非常大的这种压力 那么我跟她沟通完之后 她也同意我在视频里面聊聊 那么同时我也建议网友能给她一些建议 或者在香港的网友 如果说您身边有这种情况 了解香港的法律和规定 有什么合理化的建议 也请大家留言 她是这么说的 洪哥你好 我今年40岁了 我老公43岁 比我大三岁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19岁 他22岁 当时还在上学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 也没考虑过将来什么的 而且当时我们都是有男女朋友 过了几个月以后 我们就都分手了 两个人正式交往 没想到在一起一直到现在 一晃20年 我们没有孩子 从来也不打算要 她也同意 她是香港人 她父亲在她小时候去世了 家里只有她妈妈和兄弟姐妹 可以说是没什么家世背景的 我则是独生女 家中虽不富有 但从小也没有缺衣少穿 也不比同龄人差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一起移民到了香港 而后他们离婚了 我和母亲留在香港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一个快一个慢 我快他慢 我们经常吵架不断 他是比较包容的那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他我老公 一直自己在香港做生意 主要是做这个餐饮生意 餐饮行业的 算是白手起家 虽然有赚到钱 但是一直都是十个锅 九个盖 有银行的贷款要还 银行也很积极放贷 当时还款是没有压力的 因为当时每个月的生意都很好 到了2019年 香港发生了反送中事件 交通受阻 生意开始下滑 以及以后2020年 疫情开始 更是一路跌 勉强支撑 到了今年 实在撑不下去了 银行的债很多 每个月的收入不够还债 我之前一直在我们自己的公司 做一些处理文书方面的工作 也没有出去正式上过班 是家庭主妇 我现在出去上班 也赚不到多少薪水 之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有遗产200万 和我这几年的储蓄 150万都填补给我老公了 说实话 他的人很好 个性温和 EQ很高 人也大方 对我也很好 很包容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出轨之类的 也不排出油 这个我打断一下 这不排出油 我觉得你有点瞎猜 有点猜 可是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事情不同 经常吵架 他的想法和做法 我都不认同 和我的做事方法完全不同 比如我准时 有条理 他迟到 拖延 杂乱无章 事情到了才解决 当然大环境不好 香港餐饮业一片荒芜 餐厅很多 不能及时付款 当然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可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 跟他的性格坏毛病有关 那么当然呢 还有一种说法 说做生意可能做大事的人 性格就是这样 不拘小节 在情感上 感情上 二十多年 很多吵架 心也很凉 但是想到如果分开 或者看着他受苦 心里还是舍不得 经济上 他想继续做生意 希望我再帮他 但是我真的没有钱了 除非把最后的房子 再抵押出去 房子也有贷款要还 我自己赚钱 也过不到现在的生活水平 也过不到现在生活水平 坦白讲 跟赌博没有两样 我要求他每天去运动 这一星期他有去做 不知他能坚持改变多久 很灰心 如果离婚 我很挣扎 我卖了车 卖了表 卖了包包 现在这些钱 够家中生活半年 红哥 我本身有童年阴影 长期抑郁厌世 并没有多大野心 要做什么 发什么大财 要找什么样的男人 我只想没有债务 晒晒太阳 做做家务 去去海边 偶尔吃点好的 我该怎么办呢 跟他离婚自己生活吗 我也不太想活着了 按照他的想法 继续做生意 我又不同意 我们很难达到一致的意见 我想要他去破产 可以不用还钱了 他是去打工 或者去开Uber算了 宣告破产结束 但是他不想破产 那么咱们是同龄人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听听我的建议 那么这是他当时给我写的 第一个邮件 那么后面呢 我就问了一些他的问题 我给他回邮件 问了一些他有关的问题 然后呢 他呢 也给我回复了 包括香港 对离婚之后的债务 破产 对未来的影响 是怎么规定的 也跟我说了说 然后呢 后面他关于他自己的情况 他是这么说 他说呢 他的生意 我不想再插手了 给他这几个月的时间 让他去安排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半年的生活费开支 其实我还是比较困扰的 是关于感情的问题 也许因为我是女人 还是把感情看得很重 经济上的事儿 无非是去怎么赚钱 是否付出辛苦 或者直接换一种生活方式 也经历过曾经买东西的日子 享受过美食 曾经他们也挣过钱 那日生意不错呀 也算无悔了 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吵架 然后呢 可能会去旅行啊 或者说出去购物啊 心情缓解一下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婚 相信他应该是比较爱我的 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 或者说呢 有点自私的 当时呢 我现在也想会离婚 一个人自由自在 我要求他去改变 去做的事儿 比如运动啊 准时吃饭啊 什么这些 最近一个星期也有完成 但是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 与其说我怕他破产 其实我更怕我爱错 不知道这样的表达 您是否明白啊 他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第二封邮件呢 说到了他的这个重点 就是他怕爱错 另外呢 他也说啊 我也投了很多的简历找工作 目前呢 想靠打工还债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做生意才有翻身的希望 可现在做生意的风险很大 我还报名参加了咖啡师啊 那种咖啡师的那种课程 证书啊 希望增加自己的技能 其实香港现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好差 他的圈子中有很多人跳楼了破产的 有的人故意再借了很多钱 然后破产逃到外国 可这样的事情我和他都不会去做 我也会感叹为什么好好的做人下场却是如此呢 为什么有些人不还贷款 不还债 又能逍遥法外自在的生活呢 这是他 后来又给我补了一个邮件啊 他的这种情况啊 我相信啊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而且呢 不光是香港 多说一句啊 在这个内地啊 你包括我最近啊 有的时候看那个 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啊 因为我要看这些东西呢 我要保持和中国的联系啊 看中国的现在的情况啊 天津啊 就天津有一个卖房子的一个小伙子 卖二手房子 我有时候看他的账号 他最近近半年多来 偶尔发的 我要看看天津的房价 发的那些东西啊 大部分都是这个房子有经营贷 啥叫经营贷 就是这个房主本身的房子 把这个房子本身有银行贷款 又办了他们叫 行话叫二代啊 又办了二代是不是 就把这房子二次贷款 拿到银行去贷 又贷了一笔钱 出来现在生意破产 那这房子怎么去卖掉 有的都已经走到法院 拍卖的程序了 已经怎样 就天津一大批 一大批这种啊 一到那就是哎呀 这二代一个经营贷 就是这个 他这房子 因为做生意或者做小买卖啊 把这个也都赔进去了 那么在香港 也出现一样的情况啊 我给他回的邮件呢 我是大致这么说的啊 后来呢 我一会儿再说说 他第二封邮件之后呢 我的想法啊 他说呢 我说你好啊 看到你的来信啊 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以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啊 就刚时刚才 他第一封邮件 我觉得你可能是小的时候 从小成长的心理因素 导致你缺乏安全感 抑郁甚至厌世 所以呢 一旦生活不安稳 或者出现债务危机啊 你可能会很恐慌 你想的比较多 压力大 那么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夫妻呢 现在可能不是啊 这个离婚倒没觉得 我倒不觉得是个重要的事啊 离婚呢 一会儿我再说 那么我当我当时给他建议呢 是我建议你找专业的会计师 或者破产律师 咨询一些专业意见 主要是梳理计算一下 你们的债务水平 和现在的还款能力 未来 另外 未来你们的行业收入前景 恢复以后 反弹的业绩前景会怎么样 还能不能回到以前的盈利 要多久 这需要你们自己 好好梳理理性面对 如果经过计算 还款能力和债务水平 压力会越来越大 就应该听从专业人士 根据你们的情况 是否选择破产 以及破产之后 在香港的法律下 对你们未来的影响 关于具体的破产保护 香港怎样规定 今后多久还能东山再起 重启生意 这个我并不是很清楚 第二点 关于你老公不想破产 我从男人的角度想 他也许有压力和苦衷 他也许是想着等生意好转 能挣到钱的时候 至少不能把你的妈妈的遗产 和你的钱赔进去 想翻本 这也是男人的责任和压力 但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种赌博心态 输了钱 不想离开 想翻本 恶性循环 很影响坐视心态 第三 如果现在的情况 在专业人士看来应该选择破产 就一定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不决 尽快甩掉债务 从头再来 背着很大的债务生活 做事 精神压力太大 也会严重影响你们的感情 也会拖垮身体 我本人 我自己也是有过破产经历的 我以前在我的视频里面说过 我卖了房子还债 然后当时也借过一些钱 被人上门催债 那种压力真的是不可想象 严重失眠 也会有这种幻觉 这确实是 所以我能理解你这种心情 第四 你们现在40岁左右 也是人到中年 如果背着这么大的债务 心力交瘁 身体慢慢老去 还想东山再起 身体和精力更加疲惫 更累 也许有更大的压力 更难 现在即使甩掉 债务包袱 轻装上针 两夫妻共同努力 一定还会有重新 会有重新赋予舒适的生活 第五 造成你们现状的情况 也是大环境所为 当然主要是中国政府 对香港政治经济的影响和打压 不是你们个人能力的问题 未来等待机会是会有的 或者你们是否考虑可以移民 离开香港 有没有这种可能和选项 我建议你们夫妻好好沟通交流 遇到困难 共同努力想办法 20年的婚姻很美好 不是能够随意 轻力放下的 你可以和他每天一起运动 跑步 一起多多交流 说话 多找朋友 听听经验 建议 不要有厌世的想法 在这个时候 我建议 千万不要想找朋友 或者其他的门路去借钱 只有银行的借贷 有法律规范 也有保护 暂时看起来安全 即便有什么问题 也是通过法律程序 要有信心 你们有挣钱的能力 也成功过 也曾经很幸福安稳 现在遇到困难 输了一局 你们还年轻 早晚还会赢回来 今后赢回来 你们的生活会更幸福 好在你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也没有家中老人的这种 太大的生活压力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说的 我的建议 那么后来 他又给我发了第二个邮件 就是我刚才说到 他说现在他的情况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说到他真想说的那句话 与其说我怕他破产 其实我更怕爱错 这个是他的一句真话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他 把妈妈给他的两百万的遗产 给了他丈夫 他自己的钱有个一百五十万 也贴给他丈夫 补这个生意亏空了 如果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如果 他如果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并不觉得他自私 我觉得这个姑娘挺可爱的 他把这些家当 一无反顾的 毫无保留的 全都推上去 这就是对他丈夫的足够的爱 也对得起你的丈夫 你也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所以他说 我不是怕他破产 我怕爱错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没错 他就是这种感受 另外就是关于你提到的 这种感情的焦虑困惑 要不要离婚这种事情 首先我觉得 从这位女性 这个女网友给我写信的 这位 她的经历 同年单亲和妈妈一起生活 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 因为他们是移民去的香港 爸妈离婚了 然后 从小 这种长大的女孩子 从小 其实在妈妈的这种呵护下 还是挺安全 挺幸福的 只是她缺乏父亲的陪伴 但是从物质生活上 她并不缺少 总体上 她有童年的一些成长阴影 毕竟是单亲家庭 但是总体平稳 没遇到什么挫折 也并不缺少 爱 那么您 你看她 到这种年纪 长大的孩子 一般这种女生 单亲 跟妈妈一起长大 往往有一点点的 缺乏安全感 因为是两个女人 一起在家里面生活 你和妈妈 所以你没有家里 中没有男人 所以这样的女孩子 长大 她有点缺乏安全感 多超善感 敏感 有一点点的 这个多疑 严重的 极端的 可能有厌世 那可能真的是 心情很差的 而且有一点点的 公主病 有一点点公主病 有一点点撒娇 或者怎么样 有一点点 是个样子的 这种女生 她往往找 她的丈夫和爱人 其实 你要是说 这种丈夫和爱人 她往往 在她生活当中 首先是爱情 当然 当然呢 她还有 可能会找一种 父亲的影子 就是说 这个男人 给予这样的一个女生 的一种生活陪伴的话 是她的丈夫 爱人的话 其实不单是 丈夫和爱人 还有的时候 有一些父亲的 影子在里面 这个女孩子 因为从小 没有父亲 所以她能从丈夫身上 往往需要 可能看到父亲的影子 也就是说 她既要有爱情 也要有亲情 亲情也更浓 更浓一些 而且你看 这个男主人公 就是这位女 女网友 写她 这个丈夫的情况 父亲 在她年幼的时候 去世了 母亲和兄弟姐妹 一起成长 这种男士 一般来说 家庭责任 还是比较强的 比较顾家的 妈妈带着我们 兄弟姐妹 几个寒心如苦 把我们养大 不容易 这种男孩子 往往还是 比较顾家的 但是有一个特例 他如果是老小 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 他是家中最小的 那个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 一般来说 都是比较顾家的 那么在现在 你现在你们的生活 遇到了这种 巨大的债务危机 我自己觉得 可能就是 时间长了 因为你的描述当中 也没说 也没有看出来 你遭受了多少 比如你丈夫不爱你了 你们平时有多少的 这个惊天动地的吵架呀 他对你有哪些哪些伤害呀 伤了你的心了 也没有 也没有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慢慢的感情淡了 就是爱情慢慢就淡了 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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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爱情慢慢淡了 也正常 也正常 那么亲情这一块呢 其实就有很多 是像亲情一样的 过日子生活 二十年叫瓷婚 瓷婚 那也叫糖瓷婚 糖瓷婚啥意思呢 就是糖瓷 糖瓷 大家用过那种糖瓷的 不是这个 一拉罐啊 糖瓷掉在地上呢 它还是光滑的细腻的 但是呢 掉在地上 它会破词 但是你说这个瓷 糖瓷的东西 它碎掉了吗 没碎 没碎 它不会一摔地上就碎的 不是陶瓷的那个瓷 不是瓷气的那个瓷 糖瓷婚 就是糖瓷的那个意思 我的理解啊 我也看到网上也都是这么 大家也都是这么分享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二十年不容易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 爱情 亲情 有些淡了 再有一个呢 你从小到大呢 需要 有更多的 爱和亲情的滋养 但是现在 你老公生活 疲于奔命 这个这个压力很大 慢慢生活就淡了 他也没有表现出不爱你 或者伤害你 只是淡了 但是这种 这种爱情 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 无声无息的 悄无声息的 慢慢的可能你就觉得找不到了 没有了 你会觉得沉浸在一种无力感 哎呀 要不要继续下去 我还年轻啊 或者说未来这个就这样过下去吗 有意思吗 已经二十年这个样子了 有意思吗 再继续那个样子 他会有一种无力感啊 但是我觉得离婚呢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啊 因为呢 这个怎么说呢 像您啊 像这位女士的这个经历啊 因为你有一个巨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弱项吧 你没有接触过社会 可能我这么说 可不好听啊 你从小在妈妈的照顾 陪伴下 呵护下 长大 你到十九岁 就认识了你现在的男友 现在你的丈夫 你已经二十年了 实际上你从小到大 你的爱的滋养 是无缝对接的 你之间没有空隙 你也没有在社会上 经历过摸爬滚打 你像你十九岁 就认识你现在的丈夫了 然后他白手起家做生意 然后后来你母亲却逝了 也留给你有遗产 你丈夫生意还做的不错 你又在家做家庭主妇 你这四十岁之前 你没有在社会上打拼过 你没有独立闯荡过社会 这个是比较难的啊 再有一个呢 你是一个人的状态 你没有爸爸妈妈了 你是一个人 你也没有兄弟姐妹 你们也没有孩子 所以真的对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更是男上加男啊 还有技能 我觉得你的技能 也可能没有说那么多 什么这个特别过硬的 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技能啊 就是一般般吧 就这个样子 那真的很难 再加上香港现在的大背景 大环境这个样子 你说你一个女人啊 走出去 你怎么面对生活 我觉得很难啊 那么你这个房子 现在你说这房子要不要抵押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您还是要咨询一些专业的 这些会计师财务师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单纯的 很纯粹的一个姑娘 因为你说把妈妈那两百万 还有你的一百五十万 还有你的这些家当吧 这些东西都都都都卖了 变成生活费 也给老公添 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纯粹的 不给自己留后路 你投入的爱和感情 是毫无保留的啊 所以呢 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很单纯的人呢 做事情有的时候呢 容易冲动啊 就容易情绪化 你十九岁就和你现在的丈夫认识了 你们是非常年轻的那种爱情 那种爱情很难得到现在 他不是半路认识的呀 或者说经历了在社会上 什么你是我弟几个男友 我是你弟几个女友啊 你什么条件 我什么背景啊 都不是那种谈生意式的 你们就是纯纯的爱 一个十九一个二十一 多难得很难得 所以你们是有纯真的这种感情在的 但是这种感情你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就变成亲戚了 这很正常 你说你因为我从你的自理行间 并没有看出有严重的这种 哎呀什么 这个这个未来的这个愿景 不一样了 这个那个只是你们在生活的很多细节上面 可能有吵吵闹闹 不合适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都走过二十年 也不是说有很严重的问题 说明这二十年充满了酸甜苦辣 很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啊 所以呢 如果说你真的对你现在的感情和未来啊 有些焦虑的话 可不可以有一个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试一试 是不是可以 你也可以去尝一尝 自己一个人生活 打拼找工作 养活自己的那种滋味 你去尝一尝试一试 分开一段时间 你比如说分开一年啊 看看 然后呢 各自啊 冷静冷静 你是不是还能回到他的身边啊 但是这个东西也有不确定的未来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说你真的现在这个样子啊 你很想离开现在这个圈子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啊 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太严重的问题 只是真的疲惫了 淡了 再加上呢 现在生活的压力啊 这么大的这个情况的危机 所以呢 就很容易让这个人呢 大家呢 很疲惫啊 但是我并不觉得你是那种 呃 这个 那叫什么呃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我觉得倒不是啊 因为你已经做出了足够实质性的你的举动啊 只是你现在真的是感觉上啊 情绪上的事情 我觉得 嗯 再好好想想啊 多交流 跟你老公的多聊聊 可能男人从他的角度呢 还有很多隐忍的啊 不愿意说的事情 那么好好的沟通呢 也许能找到共同面对未来的好的方法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啊 就是关于香港 其实他的这个经历 就是香港广大 很多小工商业者 普通家庭 现在面对的困境和面对的困境和压力 我记得2002年朱镕基当时在香港的时候说过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总是有拥有香港而自豪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 如果香港搞不好 你们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回归祖国 在我们手里搞坏了 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其实这句话到现在一语成谶 香港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民族罪人 把他搞坏了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这也是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一个生活经历啊 也祝愿啊 这位网友和他的丈夫呢 能够早日度过难关啊 重新回到幸福的生活的彼岸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